美军情因素鱼叉反舰飞弹 直接集成敌军船舰战功标柄 美方将出售陆基型鱼叉飞弹400枚 共100套的改良型鱼叉飞弹海岸防卫系统 是台湾不对称作战下最重要的防卫性武器 但现在到货恐怕得再往后延 当中鱼叉飞弹海岸防卫系统 马文军也提出冻结2000万 理由是海军现有目标海情 指管系统是否需要跟本案飞弹系统整合 尚有疑问 因此针对鱼叉原本编列预算4931万 冻结2000万 提出出面报告后同意才可动之 虽然鱼叉延后到齐 但如果搭配国军现有暗制型雄二雄三反舰飞弹 击杀共军军舰不是难事 部署这些机动的反舰飞弹 其实对我们的海防来讲是有很大的注意 初时运行的预算都没有的话 你叫这个接装的单位怎么样去做实际的测试 会影响到我们武器的系统的接装的时程 不止于插飞弹受到影响 就连舰载型针尖无人机 马文军也提冻结案 而25号立法院就将审查 113年度国防部预算 预算三减冻结案 一共429案 马文军提的就高达135件 包括了前舰第二阶段测试的3亿元预算 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在国民党的委员里面提案高达二分之一 这比例当然是非常高 仍然不必嫌的提这么多案子 利用在省预算时候的一个时间的紧迫性 来达到他来背格国防预算的相关目的 建军备战需要有国防经费支撑 但光是马文军一个人就提了 四分之一的预算冻结及删减案 伤害的恐怕是台湾整体国防实力 三连学院郭斯文马丘昆台报导